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透過《華爾街日報》和《日經新聞》 和大家跟進下今天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事 Fortune Inside明白廣大市民對高質素科技、金融、政治資訊有極大需求 因為各位讀者提供全年字底訂閱優惠 只要以電郵策成為Fortune Inside Prime免費會員 並輸入優惠碼Net 2023 即可以500港幣訂閱《華爾街日報》一年會值 又為詳情請留意這條片下面的影片簡介欄 首先全球抗擊通脹之際中國通縮擔憂加劇 通貨緊縮的跡象在中國越來越普遍 這給中國政府帶來了額外的壓力 需要提振經濟增長 否則就有可能陷入一個難以跳出的經濟陷阱 世界其他國家都在於通貨膨脹作鬥爭之子 中國卻面臨物價長期下跌風險 如果這個問題變得根深蒂固 可能侵蝕企業利益 削弱消費者支出 使更多人失業 其影響將可能波及全球 降低美國等國家從中國購買的一些產品的價格 但也可能會使世界失去中國對原材料和消費品的重要需求 同時還可能會帶來其他一些問題 幾個月內生產鋼鐵、水泥、乃自化工產品等各類商品的中國工廠的出廠價格已經在下降 與此同時消費品價格也停滯不善 在需求疲遠的情況下 某些商品的價格現在環比下降 包括糖、雞蛋、衣服和家用電器等 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 中國可能會避免嚴重且持久的通縮 儘管速度緩慢 但中國經濟正在增長 而且政府已經出台多項小區無刺激措施 可能會給經濟帶來更多助力 7月早些時候 中國央行官員劉國強反駁了關於中國正在滑向通縮的擔憂 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 中國目前的困境與日本的經歷怕別人相似 日本在通縮和增長停滯中苦苦撞窄了多年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日本股市和房地產價值的暴跌 迫使企業和家庭大幅削減開支 以償還沉重的債務 出現了所謂的資產負債表衰退 一些人認為 這種情況如今正在中國承認 上週四公佈的數據顯示 6月份區無以上工業企業利刃下降 新房平均銷售價格就低 如果中國陷入曠日持久的通縮 那麼還會面臨另一個老大難問題 應對通縮的傳統方法 要麼不受中國政府的歡迎 要麼由於中國沉重的債務負擔 和其他問題而缺乏效力 一方面中國政府甚於推出 可能刺激經濟並推高物價的 大區無赤字支出計劃 而另一方面 巨額債務意味著消費者和企業 不願借貸和消費 康奈爾大學 Cornel University貿易政策和經濟學教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前中國歐負責人普拉薩德 Iswar Press表示 一大擔憂是 在試圖避免通縮或在通縮來臨時 應對這種壓力時 他們所擁有的政策工具 是否會有巨大的拉動力 對全球經濟而言 考慮到中國工廠生產的產品 在全球商品中所的份額如此之大 中國的持續通縮 可能有助於冷卻包括 美國在內的其他地區的通脹熱度 然而 大量中國低價出口商品 湧入全球市場 可能會擠跨一些國家的出口商 損害那些經濟體的就業和投資 載截至6月份的12個月裏 中國鋼鐵和化工產品的出口價格 下降了約三分之一 通縮磨咒可能還意味著 中國對食品、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減弱 而世界上 有很大一部分國家的出口收入 都依賴於這些產品 市場低估了中國通縮 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奉HSBC駐香港首席亞洲經濟學家 范力文、Frederick Newman 語 美國6月份消費者價格 同比上漲百分之三 與上年同期的百分之八相比大大放緩 但仍高於美聯儲設定的百分之二的通脹目標 歐盟6月份按同比計算的通脹率為百分之六點四 歐洲地區繼續感受到 能源和食品價格高企帶來的壓力 在中國 6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 同比持平 上個月 中國的生產者價格同比下降了百分之五點四 消費支出低迷是一個重要原因 一些特殊因素也在起作用 比如去年豬肉價格曾大幅上著 而此後 這一幕沒有重演 豬肉是中國人飲食中的主要肉類 但疲遠的價格壓力 也是在中國經歷了新冠疫情期間 貿易增長後的某種後果顯現 在疫情時期 由於西方對健身器材 加裝用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旺盛 中國的出口曾大幅攀升 根據目的分析Moodies Analytics編制的指數 從2020年初到2022年4月這段時期 極增的貿易需求 幫助推動中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 PPI攀漲了百分之十二 之後在中國政府解除防疫封控 且西方需求也放緩後 這種趨勢發生了逆轉 中國PPI從2022年10月份開始出現同比下降 此後每月都再走低 在疫情期間為滿足西方需求 而擴張的中國工廠產能現在面臨過剩 人們曾希望在出口市場萎縮的時候 中國消費者能夠挺身而出 消化掉過剩庫存 但這種情景並沒有發生 而且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 轉為面向國內市場銷售 價格下行的壓力正在加大 由於全球能源和食品價格也比以往疲遠 經濟學家預計 未來幾個月 中國的總體消費價格將幾乎持平 甚至下降 除了許多食品和服裝商品外 電動汽車的價格也在下降 因為中國本土汽車製造商和特斯拉 在消費增長放緩的情況下都紛紛降價 試圖努力在永濟的市場中搶更多份額 一攝經濟學家預計 如果今年晚攝時 中國經濟在政府刺激政策的幫助下 重拾增長勢頭 中國可能會避免進一步通縮 野村NoMura經濟學家預計 中國第三季度按同比計算的通脹率 將為負0.2% 通脹率最終將在今年年底 重新轉為正值中國面臨的風險時 事實證明通縮比預期的要持久 價格下跌往往會擠壓消費 因為消費者會等待明天出現更低的價格 這張家劇物價螺旋式下降 通縮持續時間越長 影響就越嚴重 根深蒂固的通縮意味著 隨著企業利潤和收入下降 債務變得更加難以承受 為了充實不斷萎縮的利潤率 公司不得不裁員在上海 Liu Wang暫緩了換更大公寓的計劃 因為他對於把更多的錢 投入到他認為價值可能會持續下降的房產上 抱有顧慮 現在經濟形勢很不明朗 溜越 他在一家物流公司工作 由於出口業務疲遠 該公司正在將重心轉向國內業務 他越在他的老家山東省曲負市 儘管房價出現了下跌 但購房需求卻一直不溫不火 房地產泡沫仍然很大 Liu寶充月 我看不出房價有什麼理由會上漲 日本在1995年首次出現了通縮 此後 除了幾次喘息之外 日本一直深陷通縮 直到2008到2009年的金融危機 即便到了今天 日本仍在努力通過央行的超寬鬆政策 來維持較高的物價增長率 一種較科書式的經典應對策略 是實施大區模貨幣擴張 通過降低利率和印鈔來刺激這太和支出 這在理論上應該會引發更高的通脹 但數據顯示 中國企業不願意舉這新的債務來擴大生產 與此同時 很多購房者選擇提前償還房貸 這兩個跡象都表明貸款需求疲遠 由此削弱了行式的效果 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主要原因是 中國的許多公司和家庭都已經是負債累累 他們不想再增加新的債務 根據資訊公司Global Council的副主人 Jance Prestes 的計算 中國的家庭債務 以標升至收入的1.5倍 遠遠高於美國等 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債務收入比、通縮 甚至指示對通縮的恐懼情緒 都會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這款人擔心償還債務的成本會上升 因此他們會通過增加储蓄和減少支出 來應對BCA Research 的首席新興市場經濟學家 阿德布德加人語 在債務非常多的時候 通縮是尤其危險的情況 另一宗新聞 俄羅斯撤斷烏克蘭糧食出口的代價 陷動與中國的關係 俄羅斯總統普丁 Vladimir Putin 決定退出一項 允許烏克蘭穀物出口至全球的協議 是一次高風險下注 可能導致俄羅斯與對其影響力最大的 兩個夥伴國、中國和土耳其的外交關係緊張 俄羅斯撤斷烏克蘭大區 無谷物出口的舉動 將進一步削弱後者的經濟實力 並可能通過推高全球糧價 來提高自身的糧食出口收入 不過,這一舉動也帶來了具大的代價 印其不緊急中國造成經濟壓力 還令俄羅斯與土耳其的關係高急 根據上述協議 中國是烏克蘭穀物的最大進口國 土耳其是烏克蘭糧食的另一主要買家 去年幫助促成了俄烏之間的最初相關協議 隨著俄烏戰爭的延續 普定再次試圖與對手和合作夥伴打外交硬著 上述舉動就是其中一部分 除了退出該協議之外 俄羅斯還對烏克蘭的黑海港口和糧食出口基礎設施 發動了一波飛彈襲擊 並威脅要攻擊黑海航道上的民用船隻 加劇了該海外戰略航道周圍的緊張局勢 英國國防部稱 俄羅斯上週將一艘軍艦開盡了黑海南部的一個航運走廊 據外交官和分析人士稱 普丁未理會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提出的通過談判 讓俄羅斯還反該協議的要求 外交官們表示 埃爾多安最近幾週多次表示 他計劃與普丁通話已恢復這項協議 但日今為止這通電話尚未打通 外交官門月、土耳其官員 已繼續通過其他各種渠道向黑旅武林公司押 從啟克海穀物運輸協議的時間非常緊迫 到九月份時 烏克蘭收獲的穀物將開始在倉庫中堆積 從現在大穀物及時出口的難度 並給愛爾多安和其他領導人帶來壓力 迫使他們努力讓該協議得到及時恢復 既的擔任 俄羅斯退出黑海穀物運輸協議 也將及埃及等國帶來壓力 埃及是全球最大的小麥進口國 也是美國的安全夥伴 儘管埃及受到來自華盛頓方面的壓力 但該國在俄烏戰爭期間仍與俄羅斯保持有好關係 埃及正面臨創紀錄的60%的食品通脹率 以及本幣快速貶值 這使得糧食進口成本變得格外高昂 至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埃及一直在揭進全力 從印度和其他國家購糧食 而在此之前 埃及所需的大部分穀物 都視從俄羅斯和烏克蘭進口的 之前幫助促成了黑海穀物運輸協議 並監督其執行的聯合國 以及美國、中國等一些國家 已呼籲俄羅斯還反該協議 一位了解協議從啟工作的西方外交官表示 談判的共同點是 我們都希望俄羅斯聯邦重新加入這份倡議 最近我們看到在黑海地區局勢升級 這非常令人擔憂 英國國防部週三在最新情報報告中稱 這份穀物協議有助於保護黑海地區不被捐入衝突 但稱現在由於俄羅斯退出協議 並在該地區部署小型戰艦借以蓋科托夫 風險正在上升 英國國防部月 現在該地區暴力的強度可能上升 範圍可能擴大 俄羅斯尚未就這首戰艦的重新部署置評 俄羅斯之前稱該國拒絕續簽協議 要求西方國家根據俄羅斯去年與聯合國簽署的 另一項協議的條款 為俄羅斯的糧食和化肥出口提供更多便利 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聲稱西方制裁損害了本國農業 但今年出口了將創下歷史新高 去年位於克里米亞的俄羅斯黑海艦隊司令部 遭到無人機襲擊後 俄羅斯曾短暫退出該協議 該國將此次襲擊歸咎於烏克蘭分析人士和外交官門月 俄羅斯退出黑海谷物協議之前 愛爾多安取了一系列舉措 暗示他的外交政策從俄羅斯向西方傾斜 愛爾多安決定讓一批根據去年交換戰夫協議 居住在土耳其的烏克蘭軍事指揮官返回烏克蘭 並暗示贊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n-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簡稱北約 這些做法激怒了俄羅斯 我認為普丁不像以前那麼信任愛爾多安了 曾在土耳其駐俄羅斯大使館任職的前高級外交官 我認為俄羅斯方面尤其是黑女武林公正在質疑愛爾多安的思維方式 普丁不接電話事不尋常的他如前土耳其外交官 伊斯坦布爾致富伊丹的負責人先恩歐本稱 土耳其向西方傾斜可能有助於舉報違奸的土耳其經濟 自阿格納、Magnab准軍事組織最近在俄羅斯發動兵變後 愛爾多安可能認為普丁勢力被削弱了 阿笨還月 我們現在處於土耳關係的一個不同階段 愛爾多安有求於普丁的少了 而普丁有求於愛爾多安的多了 俄羅斯退出該協議也給俄中關係帶來壓力 中國是對黑女武林宮影響最大的夥伴國 通過黑海穀物倡議輸出的糧食中 若有四分之一流向了中國 美國智庫戰量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的食品和水安全專家 Kailin Wetch Yurt 中國正在公開任時 非常希望看到黑海穀物倡議繼續下去 上上週四 烏克蘭副經濟部場在北京會誤了一位中國高級官員 上方討論了擴大糧食出口的事宜 上週日 中國向聯合國安理會表示 與黑海穀物倡議在全球糧食安全中的重要性 該倡議應當得到執行 與此同時 中國官方媒體刊登文章稱 這項窗議應該繼續下去 俄羅斯已表示 將填補在全球市場上消失的烏克蘭穀物供應 但Welsch Yurt 雖然俄羅斯有充足的小麥儲備 但無法替代原本應大量消亡中國的烏克蘭玉米 據烏克蘭穀物協會 Ukrainian Grain Association 提供的資訊 中國玉米進口總量的 余四分之一 以及大麥購總量中的很大一部分 都通常是來自於烏克蘭 據出售這批貨物的烏克蘭穀物 貿易商区羅稱 俄羅斯上週對烏克蘭黑海港口的襲擊 影響到6萬噸穀物 並導致其中一部分損毀 這些穀物原本準備裝船 運往中國 據烏克蘭穀物協會稱 在上一個收穫季節 即2022年至2023年的作物季 約有一半的烏克蘭穀物 約2,900萬噸 是通過黑海走廊出口 其餘穀物是平均通過烏克蘭的多魯河港口 穀物在那裡莊上駁船 運往羅馬尼亞港口 以及與歐盟國家相連的陸路交通 來運輸的 烏克蘭穀物協會的負責人 Sagy I. Reshanko 表示 對於通過黑海港口 直接出口到中國的穀物 烏克蘭很難找到替代渠道 因為現在烏克蘭穀物出口所經過的國家 主要是波蘭和羅馬尼亞 並沒有在衛生或其他方面 獲得像中國那樣的批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